新版《寻情记》,向少龙给林峰演,顾天悦有没有意见? 新版《寻情记》,向少龙给林峰演,顾天悦有没有意见? 都别吵了,就这样算了吧。TBB欠林峰一个电视剧最佳男演员,反正都欠了好多年。 区区一个电视奖项,含金量不算高,林峰极其粉丝,就不要再资念资,要有红胡之指。 不如定个小目标,以后,林峰要拿个含金量更高的电影《最佳男演员》,这叫有样学样。 多年来,香港影坛一直欠古天乐一个电影《最佳男演员》。 终于,顾天乐凭借电影《杀破狼》,汤狼在今年的两个评选中获得最佳男主角,而这前后不到24。 小时内拿下的两座奖杯,顾天乐总算把以前影坛欠他的,一次性要回来。 终于上头条,主角是好友。 奖项颁发了,奖杯没给爱豆。此情此景,林峰的粉丝有理由黯然身伤。 好在,与林峰有关的新闻,不是没有一点干货。 来点实在的,顾天乐投资的公司宣布,将集结顾顾天乐、萱萱、林峰等原班人马拍摄电影版《寻情记》。 消息传出,粉丝强势关注。 在快被烂片刷屏的时代,如今老板寻情记,2001,在国内各大视频网站上播放,妥妥的,仍然不免费。 流量啊流量。 能把老板顶成收费的神剧一向不多,TVB的《寻情记》算是创纪录。 《寻情记》。 2001。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2018年出现六小花板《新寻情记》播出后,播放平台恨不得免费换口碑,结果,在豆瓣上收获2.3分,刷新历史低分记录。 现在的问题是,在电影版《寻情记》里,林峰演谁?不少网友希望林峰演像少龙。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林峰演像少龙,顾天悦有意见吗? 时隔17年,投资上亿,三大主演加起来有100多岁,我们真的愿意看到电影版的《寻情记》。 顾天悦的公司,真的不是故意要消费粉丝所剩无几的情怀。 《寻情记》于2001年首播,至今已有17个年头。 《寻情记》里,顾天乐饰演的像少龙作为警戒精英,害怕被婚姻束缚,导致女友与妻封首。 此后,她因差阳错参与一个穿越时空实验,计划前往公元前221年,只要看到秦始皇罗正登机,便即刻返回2001年。 然而,时空穿梭机突然发生故障,向少龙被送至秦王嬴政登机之前的三年,为了不改变历史,向少龙抑郁协助赵盘、林峰、饰演,成为嬴政之后,在设法穿越回2000多年后的世界。 那时的古天乐,肤白貌美,早平阳过一脚爆红,人称白骨,颜如关玉,五官秀挺,见眉心目,真是一见阳果物终生。 演寻琴琴时,剧传因为不喜欢每天化妆,所以活活晒成黑骨。 而向少龙一脚,再次让古天乐收获TBB的失地。 古天乐走红,并不影响他跟林峰交朋友。 林峰当时还是新人,他扮演的嬴政,本是赵国公主赵雅之子赵盘,孤儿寡母,从小饱受唐人冷眼,在师父向少龙的调教下,赵盘与母亲关系和解。 因正正的嬴政死于战乱之中,赵盘假扮嬴政顺利登基,成为赤皇帝。 寻琴即为林峰摘到了TBB的最佳新人奖。 2007年,林峰受央视邀请出演TVB与央视和拍的回归纪念剧《岁月风云》。 2014年,林峰出演《使徒行者立面的爆CED》再次爆红。 林峰每一次和谷天乐合影,总能引起影迷们无限感慨,毕竟他们承载了影迷太多美好记忆。 但是,电影版寻琴即为拍鲜红,鸡胸参版,他要承载的东西太多,粉丝的期待,演员的眼值,剧本的突围,老板之光环。 林峰近日坦言,如果自己是演像少龙的话,那观众们回忆什么? 这还没完,他继续表白,在他心中,像少龙只有古天乐一人能演,希望粉丝们能够理解。 粉丝们表示必须不理解。 作为神剧,老板寻琴即就是有这个能耐,即使播出17年,观众眼光和观念早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他如今还是能硬气地霸平,要求付费观看,粉丝照样买单,一刷再刷,如痴如碎。 他的厉害不仅在于首开风际之先,穿越剧鼻祖,还在于他的确塑导了经典角色和剧情,借古俯金,深刻折射现实,揭示人性。 如果林峰真有野心拿个影帝,在电影版寻琴尽力,必须眼像少龙。 只是我们不知道,林峰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祖父毕业于黄浦军校,父亲被称为厦门李嘉诚,林峰却从不喜欢被人说家境好,但粉丝喜欢叫他少爷。 据说是他早年刚出道拍戏,家里派人跟到片场照顾他,对他就是如此称呼。 粉丝于是把少爷也叫上了口。 总体来看,林峰的人生道路相对平坦,自幼接受精英教育,哪怕业余爱好玩音乐,也要跟大咖学习。 1991年,林峰就曾前往上海,诗从国家一级高音歌唱家朱冯博,诗红鳄学习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兼学芭蕾和乐器。 同年,父母还曾带着他前往香港音乐教父戴斯从家里求学,同学当中还有谢霆锋。 林峰选择进军娱乐圈,的确是出于爱好。 家里虽说不支持他同意,但也没有坚决反对,更不适于逼他回去继承,管理家业。 不需要赚钱杨家,星途顺利,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是优势,也可能是劣势,至少,他追求极致成功的动力可能不那么强烈。 但对于任何优秀的演员来说,有一种品质是他们必须共同拥有的,内驱力。 在内驱力的推动下,他们能够超越自我期望和他人的期望,执着追求更高的成就。 对于有内驱力的演员来说,关键是成就感,即获得成就的强烈愿望。 只不过成就的形式可以是更高的片酬,知名度,或者某些重量级的奖项。 对于林峰来说,他目前的状态,其实已经很成功,唯一欠缺的就是重量级电影表演大奖的肯定。 从以往的作品来看,林峰表演一天赋不错,但依然有提升空间。 要想拿大奖,他需要驾驭难度系数更大,性格更为丰富且复杂的角色。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演员的眼值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 长久以来,这个问题难有并论。 优秀的眼值,有赖于情商加持。 问题来了,情商这东西,究竟是天生的,还是从生活阅历中所获得? 有关科学的研究肯定地告诉我们,情商中有基因遗传的成分,但心理学和行为发展的研究则显示,个人的后天成长对情商也有影响。 而相关的研究和现实中的视力则表明,只要方法得到,情商可以后天习得,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有一点也未确信,情商有很大一部分产生于大脑边缘系统,如管感觉,冲动和内驱力,的神经传递介质。 研究表明,大脑边缘系统在学习时,通过激励,拓展练习和反馈的方式是效率最高的。 相比之下,主管分析和专业技能的大脑心皮质则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心皮质捕捉的是概念和逻辑,例如让人通过阅读一本书来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 事实上,在演员自我修养的提升过程中,如果试图通过刺激新皮质来增强受训者的情商,往往达不到理想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演员声称为了演跑某个古装剧而认真看过很多历史书籍,却依然被扑面堪的原因,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不能将自己放在故人身处的情境里,情绪的拿捏和台词的处理,自然都有问题。 总的来说,寻琴几电影版剧本若能达到电视剧版平均水平,林峰又真有野心拿个奖,必须,只能,演,向少龙。 不接受反驳。 演员情商若想得到提升,必须调整培训的重点内容,把大脑边缘系统纳入进来。 演员要学习并弃救的行为习惯,建立新的行为方式。 这种培训方式耗时长,并需要当事人有改变自己的诚意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林峰年近40,名利、女人、骂名、公杰,都已见过。 现在应该是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时候。 40岁,是男演员展示情商和颜值的黄金年龄,如果机会把握好,还可再红20年。 这一点,日本男神高苍剑朱玉在前。 任何一个有追求的演员,一定会寻求有创造性,有挑战的角色,而不是重复自己。 演员要不断提升业绩标杆,并主动跟踪结果,认识到自己的能力限度,却不会满足于看上去很容易实现的目标。 对林峰来说,再演一次迎撞容易,但演像少龙绝不容易。 趁电影还没有开拍,请经纪人务必跟古天乐好好商量,趁早改变主意,赶紧给林峰换角色,加戏。